首先带你来关注 乔委会委员长吴欣欣的访试行程 他在结束德国与法国的行程之后 来到英国伦敦与当地 乔务荣誉职人员及乔领 进行短暂的参序交流 而吴委员长在会中听取当地乔情 并就政府当前的乔务政策 说明未来的工作目标 乔委会委员长吴欣欣一到场 就受到在场人士的热情欢迎 吴委员长在结束德国与法国的行程后 来到伦敦做短暂停留 借机与当地乔务荣誉职人员 继乔领进行餐序 用餐期间吴委员长致辞期许乔包 即使身在海外 也要与中华民国政府密切互动 做台湾外交的坚强后盾 委员长也提到 台北被选为全世界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之一 未来将面临更多的挑战 需要全民一起同心协力 我很高兴 来到这边 虽然时间很短 但是我们见到了很多 我们的侨胞领袖 大家空虚一堂 大家一起关心 台湾未来的发展 那么今天 我们见了很多 我们的侨胞们 有的在从事巧笑的工作 有的在从事贸易 企业的工作 还有很多人是很专业的 科技人士 我想英国的侨胞们 长久以来都很支持台湾 支持中国民国政府 由于英国是全世界历史久远的自由民主国家 希望台湾未来也可以朝着这个目标迈进 参序席间 旅音侨领与荣誉职人员 纷纷向委员长敬酒致意 同时报告英国侨团的活动 期待委员长下回 能有更多的时间来英国访问 台湾宏观电视普迈克 英国伦敦开访报道